大家好 在这一讲中 我们将继续为构建我们的 Hydop集群而努力 而在这一讲中 我们主要完成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承认root融服的方式 登录我们的Ubuntu 为什么要用root融服的方式呢 因为Hydop集群在操作一些文件的时候 需要root权限 我们如果是普通融服 就我们前面安装Ubuntu的时候 设置到融服名 密码这样的帐户就是普通融服 那如果是普通融服在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授权 为了避免麻烦 我们就直接使用root融服 登录Ubuntu系统 这样会减少大家后面学习的弯路 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呢 是构建Windows和Ubuntu的局域网 为什么这样做呢 就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我们一般开发Hydop程序 一般都是在远程机器上 这种远程机器 就是说不是在Ubuntu集群的机器上 例如说我们可能是会在我们的Win7的系统上 通过Eclipse 这个IDE开发环境去开发Hydop的程序 那下面就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Windows系统上开发的程序 怎么方便的部署到Hydop集群上的问题 当然一种很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打针架包 然后我们通过远程登录我们的Hydop集群 然后在上面运行 这是一种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不方便 我们要的一种结果是直接在Windows的 Eclipse开发环境中进行开发 并且能够直接在Eclipse中提交到Hydop集群中进行运行 所以这里面就牵扯了Windows和Ubuntu的同情的问题 我们为了方便构建Windows和Ubuntu的局域网 那所谓局域网就是两者可相互换问 最后我们会介绍两个很好用的工具 PyTTY和WinSCP PyTTY是登录Ubuntu系统的远程终端 就是我们在Windows上来操作这个集群 是通过PyTTY 那WinSCP是XP系统或者说Win7系统 往我们的Hydop集群上面传文件 或者说操作Hydop上文件的一种非常简便的一个工具 当然如果你要想使用这两个工具的话 我们的Ubuntu需要安装SS以及通信协议 关于SS通信协议我们在后面构建Hydop集群 来说还会跟大家详细介绍 SS通信协议它是一种为远程登录绘画和其他的一些网络服务提供的安全性的一种绘画的协议 使用SSH协议第一是讲辩 第二是安全 好 我们首先要完成第一件事情 使用ROOTS登录Ubuntu 如果大家是按照我们前面的安装步骤 我们进入桌面之后 会发现有一个Terminal 这个是Ubuntu的命令尊端 我们后面的很多操作都会通过命令尊端进行操作 好 我把这个东西按住鼠标拖拽到桌面的快捷区 点击打开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任务名是Rocky 这也是我们登录的任务名 它所在的机器名称 然后这边是它的目录 我们要把它变成ROOTS的任务 具体怎么做呢 你主要修改一个配置文件 那修改这个配置文件 其实也是需要ROOTS的权限 而Ubuntu系统在安装的时候 讨费有一个ROOTS的任务 只不过是普通的桌面版本的Ubuntu 你无法在默认情况下通过ROOTS的任务 登录进去 那我们就一 下面就动手操作 使用ROOTS的任务 登录Ubuntu 我们打开命令尊端 打开之后 使用Sudo-S Sudo是什么意思呢 或者说它是什么作用呢 Sudo的作用就是我们可以以超级任务的方式来运行相关的命令 我们现在就使用这样的一个Sudo 然后-S来进入超级任务 此时需要输入密码 这个密码是你当前任务的密码 因为你是当前任务要切换到ROOTS任务 我们输入前面设置的密码 好 此时大家会看见ROOTS变成什么了 变成我们这台机器的任务了 此时是ROOTS任务在使用我们这台机器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使用vim 根目录下的etc目录下的let dm 然后是let dm.configure 首先说一下这个vim是什么呢 vim就是一个文件的编辑器 就相当于我们文器上的txt 我们编辑器是一样的 它在lilux系统的论度非常广泛 因为它使用很方便 那我们这边是根目录下的etc目录下的let dm.configure 正在那个文件 我们使用这个编辑器去修改这个文件 好 按回车 此时它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信息 所以我们的vim编辑器找不到 然后它让它让你尝试try什么方式 apt get install 好我们就按照它的提示 install 我们这边直接就是安装vim包 apt get是ubuntu上安装程序的一种方式 它是一种方式 这个install就是命令了 当然你也可能是下载remove 下载掉后面的程序 就以apt get install的方式去安装vim 按回车 此时我们数大写的y 它都会自动完成 这个根据你网络的速度 它消耗的时间不一样 但一般最多一分钟之内都会完成 好我们现在安装完成 此时我们按下键盘上的 上下左右的往上的这个键头 方向键 我们按下这个键的时候 第一次按下这个键 它会显示最近一次死轮的命令 再按一次 它会显示到锁第二次 我们为了节约这个录制的时间 使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再次使用vim打开这样的文件 大家看此时就打开了 那vim编辑的文件 它有止读模式和可编辑模式 还有命令模式三种 我们现在处的就是止读模式 那我怎么从止读模式进入可编辑模式呢 要使用键盘上的i这样一个快捷字母 我现在按下键盘上的i 大家看一下变化 好此时我们会发现这个文件最后一方 最后一行提示我们是insert模式 就是insert插入模式了 此时我们按键盘上的上下左右键 就可以移动我们的光标 我们移动到这个信息的末尾之后 然后按下回车 此时我们在里面插入信息 插入两行信息 这行配置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手工输入登录的认付名和密码 那手工输入登录的认付名和密码 有可能说是普通认付 例如说我们在里面的rocky 也有可能是root的认付 然后这边我们再加一行配置 guest等于false 这行配置的含义是不允许guest登录 如果你细心的话 你在安装hidoop系统完成之后 登录进系统 要登录进系统的那个登录界面 你就会发现它有你设置的普通用符 也有guest的方式 我们现在不允许guest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只允许 你要手动输入登录名密码的情况 那我们此时编辑完成之后 要把这个信息保存了 保存我们此时就采用上的命令模式 首先按下exit键 我一按这样的键 大家发现最后一行的insert 这行信息消失了 然后按shift加冒号 此时是命令模式 再输入wq wq就是保存并退出 然后按回测 那我们此时就完成了文件 配置文件的修改 我们再次看一下这个内容 大家发现此时这个内容 就是我们修改后的内容了 那我们现在没有做任何修改了 要直接退出 怎么退出呢 按shift加冒号 按q就直接退出了 好 我们这样完成修改之后 下面要启动root账号 怎么启动呢 sudo password 为我们的root账户设置一个密码 我这边给它设置一个密码 好 此时我们root账户的密码 也被成功的更新 这样你通过前面配置文件 还有这边设置root账户的密码 我们的登录界面图 就可以输入root账户 就可以输入root账户 机器密码以root的方式 来登录我们的系统 那我们现在把机器重新启动 由于我此时就是以root账户的方式 root账户它可以重新启动机器 就重新启动机器在乌班堂 总是reboot的方式 那我们退出这个论账 退出root的论账 大家发现我们重新回到rooky论账户 我们看可不可以是reboot 他说不可以 给一个提示信息是need to be root 就必须是root账户 所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root账户的方式 那我们此时进入了root账户的模式 我们再次reboot一下 大家发现此时就可以重新启 我们登录的时候 就直接以root账户的方式 登录会给我们后面的 无论是开发还是学习 都会带来极大的方便 好 大家发现此时的登录界面 上面依旧有我们rooky这个普图诺夫 然后我们现在要采用root账户的方式登录 你点击login 输入root账户名 然后输入我们前面设置的root的密码 这个时候我们再登录进系统 就会发现是以root账户的方式登录 你会发现我们前面rooky认账户的时候 我把那个terminal快捷方式拖到这个地方来了 是吧 但是此时没有了 这表明这个认账目录不同 就是认账不同 乌班图有个特征 认账不同 它的桌面和相关的认账的文件都不一样 我们重新找到它 再次把它拖到桌面上面 好 点击 我们此时看一下 这边的认账是不是root 是的 我们使用who这个命令 who这个命令是可以查看当前的身份的 我们会发现这个身份是root账户 好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完成了第一件事情 以root账户的方式登录乌班图系统 那我在前面跟大家介绍了介绍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构建Windows和我们乌班图的相互通信的一个局域网络 同时后面还会介绍两个小工具 那我这里为了方便 先把使用两个小工具的铺垫性基础 就是SSH协议安装上 先安装上SSH协议 乌班图在默认情况下是没有安装SSH协议的 因为我们马上构建局域网的时候 它和我们的Windows是一个局域网络 也就是说是不能和外界通信的 你安装SSH协议要和网络进行通信 所以我们在构建局域网之间先完成这样一步 那怎么安装呢 其实蛮简单的 依旧是apt-get的方式去安装 install 这个跟前面一样 然后安装什么呢 安装SSH 好 它所有的过程都是自动的 我们这边输入Y 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启动SSH协议 启动是根目录下的ETC 下有个init 点D 之下有SSH 我们start 呃 这边说有一点点问题啊 我们前面加上一个速度 我们前面加上一个速度 再次看一下 好 我们此时再看一下这个提示信息是什么 这边的提示信息说 我们使用服务的方式 好 我们现在就按照他说的吧 SSH start 那他说现在我们的SSH已经启动了 呃 我如何验证他启动呢 使用PSE 然后管道过滤 grep SSH 查看一下SSH进程 好 这样就没问题了 就他启动了SSH agent 和SSH d 作为后台进程 一个是代理 一个是后台进程 这样就表明你的SSH 协议安装并启动了 这样我们以后在使用的时候就会非常方便了 好 那我们下面就回到我前面谈的一个内容 就是构建 Windows和Ubuntu通讯的局域网 要做这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改变 Ubuntu的网络设置方式 我们在前面 讲这个Ubuntu的时候 默认采用什么方式 我们把这个点关掉 把这个机器关掉 可以看一下它的配置信息 好 好 这边Short down 立即关机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网络配置信息 这边有配置信息 网络 它默认是NAP的方式 NAP的方式会导致我们的Ubuntu系统可以使用我们当前宿主机器 也就是温期系统的IP 来访问网络 那我们要构建 这边 私有的Ubuntu和Ubuntu相互通讯的机翼网 必须是host only的模式 是a private network shared with the host 这是你必须改变的一个地方 好 然后另外一个你必须知道的地方 是我们Win7的或者XP的网络配置 我们点击网络和共享中心 这边我们会发现 当我们安装Wimware Workstation 安装成功之后 它会有两个网络的适配器 Wimware Network Adapter Wimware Net1和Net8 我们要想构建局域网 必须根据它的信息来构建 点击然后点击属性 我们看一下它的IPv4 我们会发现它的IP被自动负责为 192.168.20这个网段的1 这样的一个IP地址 这边是职网研码 我们在虚拟机中构建 与Windows相互通讯的局域网 必须借助这个信息 我们看怎么操作 它的起度大家稍等一下 我们启动完成之后 就要根据这边的IP信息 来配置我们的Ubuntu系统的网络 那怎么配置呢 大家看见这个Desktop桌面的 右上方这边有一个往上往下的箭头 这个就是网络的信息 我们用鼠标点击它 然后点击Edit Connection 就编辑网络连接 这边有个Wired Connection 我们点击Edit 此时点击IPv4的Setting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也是IPv4 这边我们也配置IPv4 它默认是DHCP 就动态分配 我们现在要采用静态的方式 因为局域网的相互通信嘛 所以这边必须是Menu 然后我们就增加它的IP直网研码和网关 点击IP192.168点 必须是20下的某个地址 为什么呢 因为构建局域网嘛 那我这个Winwarenet1 它是192.168.20.1 我这个地方肯定必须是192.168.20网 断下的一个 不是1的这样的一个IP地址 然后是直网研码 直网研码 大家肯定都是一样的 0 好 关键地方到了 网关 要想构建 Windows和Ubuntu相互通信的局域网 网关必须是 Winware1的IPv4的IP地址 IP地址是多少 192.168.20.1 在这边 192.168.20.1 必须是这样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部分 好 我们点击Save 保存 然后点击 关闭 此时 我们再次 重新启动我们的机器 我们也在启动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套温期的 网络配置信息 进入命令行模式 然后IP configure 这边大家看我们有无线网络 因为我现在在家里给大家录视频 这是无线局域网的上网方式 然后有Winware Net1和Edge 这边显示IPv4的地址和直网羊毛 好 一入车子 登录进去 那我们刚才设置了我们Ubuntu的网络的信息 如果说它能构建局域网 靠什么证明呢 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看能不能拼图它的IP 我们直接PIN 192.168.20.它的IP 完整信息是100 我们现在启动了这台机器 如果能PIN吞的话 表明我们的Windows是可以访问Ubuntu的 好 大家看这个访问是正常的 完全是正常的 所以我们Windows是可以访问Ubuntu的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后面在Eclipse中 是可以把代码直接提交给我们的集群的 那我们这边也打开命令 看看我们的Ubuntu能不能拼同我们的Windows系统 192.168.20.1 大家发现这个过程也是完全正常的 我按下Ctrl C 综止这个过程 完全正常 所以此时就构建了Windows和我们的Ubuntu的局域网 这个很重要 这是我们要完成的第二步了 而第三步或者说第三件事情 就是给大家介绍两个非常好论的工具 第一个就是PyTTY PyTTY是一个绿色的软件 所以绿色就是直接点击就论了 我们把它拷配到桌面 大家可以自己在Google上搜索 然后下载下来 点击运行 好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去做这个 构建我们Hydop系统的话 这个内容是没有的 就你出现的应该是我这样一种情况 因为Hydop课程讲过很多期了 所以会有过去配置的信息 那这边就是你要通过我们这个PyTTY 这样一个远程命令终端 要连接上的远程机器 也就远连接着呢 此时就是我们乌版图系统的具体的IP地址 它就192.168.20.100 其他的都不能变 再重复一遍 其他的都不能变 你唯一要写的就是IP地址 点击Open 好 此时他给了你个提示信息 我们点击4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PyTTY的命令界面 他说以什么方式登录呢 我们肯定是入册的方式 然后下面光标的闪烁的地方输入入册的密码 我们会发现此时我们就登录进了我们的 乌版图机器上 这边是以入册的身份登录的 这边有一些提示信息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这是要说的第一个小工具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通过IOS的方式查看一下 入册任务 入册的后母任务 这个拨计号就是代表后母任务当前的文件用哪些 我们这样一查看 同时我们也可以直接在机器上 通过Ls的方式 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一样的 我们在后面操作Hidoop集群的时候 都会通过我们的PATTY 这样一个命令尊端去操作 而不会说直接进入Hidoop集群的机器去操作 好 这是这样一个小工具了 实用蛮简单 就是指定IP 其他的都不能变 然后输入你要登录远程机器的论服名和密码 那下面还有一个工具 是传出文件使用的 就问SCP 这个大家也可以 就直接在Google搜索下载就行了 我们 安装它 安装所有的我们就点下一步 好 完成 此时我们安装完成之后点击这个界面 它要求我们输入你要和谁进行通信啊 我们是192.168.20.100 这是我们Hidoop的IP地址 你也可以通过IFConfigure的方式查看一下IP地址 IP地址192.168.20.100 这个地方是有论服名密码 我们是入手论服 然后密码就是你设置的入手密码 然后我们点击登录 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些提示信息 我们点4 它正在登录我们的Ubuntu机器 好 登录成功之后大家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 它未有很多功能 我们主要看一下左侧就是当前的机器 当前的机器就是我们Windows系统 右边就是我们的Hidoop 所在的Ubuntu系统 大家看默认识如者 润腹的 这个什么 Home目录 因为这个内容和我们在这个中看见的内容是一样的 你也可以看Desktop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Picture 内容都是空的 Document内容也是空的 而且这边有这边的文件 如果说你不太习惯于Windows的命令行的操作的话 你 因为我们刚才是从使用Vim的方式打开并编辑的嘛 你此时可以直接访问相关的文件 然后打开这个文件并进行编辑 跟着我们Windows上编辑 其他文件是完全一样的 这就给那些不太熟悉 Nelux命令的朋友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 好 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二个工具 这两个工具我们后面都会使用 包括我们在Ubuntu上要安装集群 但是使用的软件什么的 我们都是在Windows上先下载 下载完毕之后通过这个工具把它传上去 这是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工具中的第二个工具 这两个工具都很重要 而且也很有用 好 这一节课我们主要是跟大家谈了三个内容 第一个是使用Root的方式登陆Ubuntu 第二个是构建Windows和Ubuntu的局域网 第三个是介绍了两个工具 PATTY和我们SCP 这也是我们后续课程实验环境的基础 非常重要 大家务必按照课程的这个视频一步一步的完成 好 这一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